主题是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之前我们读过4章23节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过效是由心发出 真言书其实非常看重人的心 心出现的次数比智慧多 心在真言出现93次 智慧名词出现39次 形容词出现12次 真言教导的智慧是由心所发 显透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 今天这一章我给他的主题是 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因为神不只看见我们的行为 神更是看透人的内心 所以神的裁决和判断 全然的公义 弟兄姐妹 您想不想知道 神如何衡量人的心呢 什么讨神的喜愿呢 让我们透过以下的经文来探讨 神是如何得衡量人的心 这一章可以分为五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 二十一章一到二节 耶和华的全能和全知 第一节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好像农沟的水随意流转 农沟不是天然的河道 而是农夫挖掘出来的水道 按照农夫的意思和计划 将河水引到田地 目的是为了灌溉和滋润 这里说君王的心也如笼沟的水 按照神的心意 成就神的计划 带来生命的活水 使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神的子民不需要害怕 因为我们并不是无助地 屈服在恶王的政权下任人摆布 就连君王的心也在神的掌权中 第二节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 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猎王纪对以色列王的评价 要么说行的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要么行的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因为人一切的善恶对错 不是按照人自己眼中的标准 而是按照神的标准 自从伊甸园人选择了之道善恶 人就把自己当作神 以自己的喜好和认知来决定对错 把神设立的绝对真理 扭矩为人决定的相对真理 人的辩驳能力再强 即便可以颠倒是非扭曲善恶 但神仍然在掌权 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不在乎人的能言善扁 不在乎人的假冒为善 神看见每一个人的内心 是善是恶 是好是坏 神看得以清恶楚 亲爱的 我们要诚诚实实审查自己的内心 让神来光照我们 好让我们的一生讨出喜悦 不要为了面子而为自己狡辩 若一而再地错过了悔改的机会 将来我们还是要面对那见察人心的神 第二段落21章3到8节 耶和华衡量人心的标准 上 首先神看中仁义公平vs骄傲 第三节 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猛 耶和华约纳 神不只看见你的献祭 更是看见你的心和你的行为 献祭固然重要 但不能只有外面的献祭 而忽略了内心和行为上的人意和公平 有人以谎言掩盖自己的恶行 也有人以宗教仪式掩盖自己的虚伪 亲爱的我们向神献上赞美敬拜与祷告 一定要有一个相称的生命 行仁义公平才能讨神的喜悦 第四节 悉尼本的翻译说 高傲的眼 傲慢的心 恶人的灯 都是罪恶 恶人的灯也可以翻译为恶人的耕种 原来 骄傲是罪恶 从内心的骄傲到骄傲的眼神 以及骄傲的行为 从里到外 在神看 都是罪 骄傲的心态 以自己为首 以自己为荣 以自己的标准 取代神的仁义公平 以自己的成就为优越感 以自己的好为满足 不理会神的劝诫 也不理会他人的训辞 更不觉得自己需要讨神喜悦 这都是罪 五到六节 神看重殷勤筹划 VS 急躁和诡诈 第五节 殷勤筹划的 逐智风雨 行事急躁的 都比缺乏 这是神公平公正的原则 贤重什么 就收什么 一个人 殷勤筹划 或是行事急躁 他的收获 必与付出 成正比 无论是属灵的追求 学业或职场 家庭或教会 都是一样的原则 你愿意付出多少 就比得着相对的回报 当别人得着的比你多 不要以为神不公平 因为别人的牺牲和努力 也比你多 第六节 用诡诈之舌求财的 就是自己取死 所得之财 乃是催来催去的浮云 这种人不愿意付代价 只想走捷径 什么都要竖程 因为筹划太浪费时间 所以行事急躁 而走上了诡诈的弯路 虽然如他所愿 很快地就得着财富 但他却不知道 这些不义之财 转眼成空 自害己命 祈祷八节 神看重清洁和正直 vs强暴和狡猾 第七节 恶人的强暴 必将自己扫除 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 诡诈是隐藏的手段 强暴是明目张胆的抢夺 两者至中皆自食其果 因为他们离弃了 神的人意公平 第八节 负罪之人的路 甚是弯曲 至于清洁的人 他所行的乃是正直 一个是弯曲的道路 随着人散变的思想 而变化无常 随着人的私欲 而拐弯抹角 另一个则是正直的道路 规规矩矩 按神永远不变的法则 跨越世代和文化 您选择哪一个呢 让我们追求 做一个清洁的人 没有私欲的玷污 没有罪恶的污秽 没有世俗的野心 也没有肉体的餐杂 一生专心的跟随神 第三段落 二十一章 九到十九节 耶和华对恶人的计划 这一段九和十九节 以争吵的妇人首尾呼应 十和十八节 以恶人首尾呼应 如此组成了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 首先 争吵妇人的亏损 一九节 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 与争吵的妇人同住 在那个年代 以色列房子的屋顶是平的 通常是敞开露天 地方不大 夏天的时候可以在那里乘凉 偶尔可以凑合睡一两晚 但住在那里就很不方便了 为何有好好的房子不住 要住在房顶呢 原来屋里有个争吵的妇人 天天的碎碎念和唠唠叨叨 对孩子对丈夫一见面 就是一番的数落和责备 哎 最大的房子也会让人窒息 无法呼吸 所以住在房顶 远比与争吵的妇人 一起住在又大又宽阔的房屋 更舒服 十九节 宁可住在旷野 不与争吵时期的妇人同住 到了这地步 甚至连房顶也不要了 宁可住在什么也没有的旷野 因为这妇人不只是爱争吵 而且还脾气暴躁 家庭幸福不在于房子有多大 而是在于家人关系的良好 若为了争那一口气 却把家人给气走了 值得吗 就算你能言善别 你游离你赢呢 但却输掉了丈夫和孩子的心 这真的是你要的吗 坏脾气和争吵的妇人 经常把丈夫孩子挤到墙角 导致他们要么不回家 要么躲在手机的虚拟世界里 这时候不要怪丈夫不爱家 也不要埋怨孩子不懂事 因为这家是愚昧妇人 自己亲手拆毁的 哦 求主帮助我们做妻子和母亲的 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Amen 十道十二节 二人受罚中的启示 当我们看见别人受刑罚 我们会有哪些反应呢 就好像一个教室里 若有一个学生被老师处罚 其他学生看见了 有得赶紧安静下来 安分守己地完成自己的作业 也有的学生根本不放在心上 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 有不同的反应 第一 第十节 恶人的心乐人享货 他眼并不连续临舍 恶人的心切目邪恶 所以一点也不顾惜怜悯身边的人 看见别人受苦 反倒幸灾乐祸 他不会因此反省自己的行为 第二 十一节 A 泄满的人受刑罚 羽蒙的人就得智慧 平时像愚昧人讲道理 他听不进去也无法理解 但是当他看见别人受折罚 他反而就领悟了 第三 十一节B 智慧人受训惠 辩得知识 因为他愿意听别人的教导 并且愿意接受人的纠正 所以不需要等到折罚 就已经领悟了 第四 十二节 义人思想恶人的家 直到恶人倾倒 必至灭亡 所以他不会去羡慕恶人的不义之财 他不会效法恶人的诡诈 他不会抱怨自己殷勤仇化的辛劳 也不会怀疑自己所拣选的人意公平 不会放弃政治的道路 十三到十五节 秉公行义 施行公义的审判 十三节 塞尔不听穷人哀求的 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 有人以为假装听不见 就可以撇得一干二净 实际上神是知道的 因为耶和华衡量人心 当人不连续他人 将来自己落难时也得不着连续 这就是神的原则 雅各书二章十三节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 十四节 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 怀中揣的贿赂 只惜暴怒 强调暗中送礼不在人前羞辱他 以及怀中只随身携带 找到机会就递给对方 送礼送得何疑可以挽回关系 承认自己的过失 弥补自己给他人造成的伤害 为表明自己的诚意 不是为掩盖自己的罪恶 但是若应用的不合一 就是贿赂 为了逃避罪恶应有的刑罚 以礼物蒙蔽人眼目 颠倒是非 十五节 秉公行义 使义人喜乐 使作孽的人败坏 或以为使作孽之人恐惧 这是神要我们做的 倾听穷人的冤情 不受贿赂 不怕恶势力 并且按着仁义公平 施行公义 十六到十八节 恶人的下场 十六节 迷离通达道路的 笔住在阴魂的会中 离弃了神的法则和公义 自然就落入了 没有神的领域 也就是阴间 与那些同样行恶的人在一起 这样的人虽然肉体活着 灵力却是死的 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若不悔改 将来还要面对第二次的死 十七节 爱艳乐的 必治穷乏 好久爱高游的 必不富足 每天只想着要吃喝玩乐 认为活得精彩 就是要享乐 所以这样的人 补物正业 游手好闲 岂知家里的积蓄 很快就被花光了 十八节 恶人做了一人的暑假 奸诈人 代替正职人 如何为暑假呢 当灾难领到时 无论是神降下的审判 恶人的恶行代下的祸患 或是恶人设计陷害一人的恶 在各种危险中 神必保护一人 不容许祸患领到一人 恶人设计的恶 反倒领到了他自己 以下有三种例子 第一个人的例子 哈曼被挂在他为 摩迪盖所预备的木架上 自食其果 第二 群体的例子 亚干引了未宪的罪 导致以色列人爱成战败 只等处食的亚干才窒息了神的愤怒 第三 国家层面的例子 神使亚树王基拿西里对犹大国的怒气 转向了埃及 古石和西巴 原本攻击犹大国的计谋 转向了他们 另外 神也可以直接使用 不认识神的外邦君王来拯救以色列人 如以赛亚书44章28节所预言的 赛鲁士 这是神的原则 我们不需要害怕恶人的计谋 也不需要担心大环境里对罪恶的审判会牵涉到神的百姓 神必会为我们预备出路 Amen 第四段落 21章20到29节 耶和华衡量人性的标准下 21节 智慧人的节制与追求 20节 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 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 智慧人和愚昧人都有所得 只是愚昧人枉费了神的恩典随意挥霍 而智慧人晓得珍惜好好地收藏 保留到最合适的时机和场合才使用 21节 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 公义和尊荣 愚昧人追求当下的满足 什么都是现在此刻就要 而智慧人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所以他有节制的能力 积蓄财宝 愿你牺牲当下的享乐 为要得着因公义仁慈而来的 生命公义和尊荣 22到23节 智慧人的节制与征服能力 征服外在的诚意 22节 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 倾覆他所以靠的尖累 强调智慧胜过勇士的能力 以及坚固的银累 从神而来的智慧 帮助我们在属灵的战场上 跨越并且得胜 征服自己的口舌 23节 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 免受灾难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 若能够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就是完全忍 他也有能力乐住自己的全身 24到25节 恶人的骄傲与懒惰 骄傲的人为了炫耀自己愿意做很多事 懒惰的人连一根指头也不愿意动 这两者神都不喜悦 首先 出于骄傲做的功 24节 新娇气傲的人名叫谢曼 原本想要得荣誉却换得了臭名 因为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 原文是都出于骄傲愤怒 因骄傲成就的工作 为了炫耀自己高举自己 所以散发的是骄傲和愤怒的毒气 神不冤纳 第二 出于懒惰不做功 25节 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 因为他守不肯做功 懒惰人的心愿是什么呢 不是什么伟大的梦想 而是各种懒惰的心愿 譬如不劳而祸 坐享其成 武功受禄等等 2627节 恶人的贪婪与恶意 26节 有终日贪得无厌的 义人施舍而不吝惜 亲爱的 您每天脑海里想着的是 如何得更多 还是如何给更多呢 人的贪是无穷尽的欲望 终日想着如何得更多 相反的 义人的一生不但殷勤做功 知道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恩典 所以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他也乐意施舍 27节 恶人的祭物是可征的 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 恶人行恶 以为献祭可以掩盖自己内心的误会 倘射自己的良心 这样的祭物神绝不喜悦 耶和华衡量人心 他看见人不存的动机 因此厌恶恶人的祭物 28 29节 虚假语无词 VS 长久语坚固 28节 作假见证的必灭亡 唯有听真情而言的 其言长存 作假见证不只是黑缩成白 白缩成黑 此类的谎言 还包括了我们自己的虚构和理念 因此 听真情而言 更是指领听神的真理 并讲述神的真理 29节 恶人脸无羞辞 他毫无羞辞地认为自己都是对的 相反的 政治人行事坚定 原文意思是 政治人指引自己的道路 什么时候走偏了就赶紧回到正路 以神的法则为人生导航 最后一个段落 21章30到31节 耶和华的主权 30节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 抵挡耶和华 原文是 没有智慧 没有聪明 没有谋略 能抵挡耶和华 我们的神至高无上 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万有靠他而造 也是为他而造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 既然如此 难道还有任何人间或灵界的智慧和谋略 能够抵挡这位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至高神吗 31节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打仗需要马 但战场上的胜败不在乎马的力大 同样 服事需要我们来做 只是成败不在乎我们有多厉害 我们只是器皿 在神的手中为神所用 该预备的我们预备 该做的我们去做 这是顺服 我们在一切的仇备和争战中 要紧紧的依靠耶和华 因为我们相信 请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阿们 最后让我们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唯有你衡量人心 主啊我们愿意按照你的律例典章 来调整我们的心态 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好让我们的一生讨你喜悦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